各位朋友好 很快就到五一了 中共的维稳机构现在是相当的紧张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的警察部门 已经开始加班加点了 有一些省份他们已经做出详细的预案 一旦省城出现大规模的民众聚集 他们就要从全省各县市抽掉 20%的警力到省城帮助维稳 在五一之前 他们也要派出警察到各个交通要道 拦截那些仪式到省城参与共证的人 同时他们也派出大量的警察 对那些重点监控对象进行训问 谈话警告他们 那天不得出门 不得到省城 不得到那些聚集的地点 这个重点监控对象的名单 据说是非常长的 在全国将近有20万人 大家想一想 这要动用多少警力 才能对这20万人进行训问 进行警告 所以在这个五一之前 他们已经消耗掉了非常庞大的 这个维稳资源 消耗了非常多的人力和这个金钱 所以在共证爆发之前 我们已经达到了不分我们的目标 就是消耗他们的资源 但是在这里呢 我想再次谈一谈安全问题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甚至可以说三十遍 这个事情呢就是安全 争取自由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 但是呢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 把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我在这里呢 还是要强烈的劝阻那些重点监控对象 中共维稳机构的重点监控对象 五一的这一天 大家就尽量不要出门 但是呢不出门呢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参与全民共振 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求他们呢 真派警力来对我们呢进行保护 因为我们不想出门 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呢 他们可能来裹挟我们出门 来要求我们出门 我们到时候经受不起压力怎么办 所以以这种说辞就告诉他们呢 一定要真派警力到这里呢来保护我们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提出来申请 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国保啊 他们都有一笔经费 在敏感时期对那些重点监控人士啊 可以带他们到外地去旅游 那我们可以申请呢运用这批旅游经费 这个我相信呢有很多的这个国保朋友啊 也是想趁机出门旅游的 所以跟他们谈一谈 如果大家达成了这个合议啊 那么也是可以帮他们把这笔钱用掉 那何乐而不为呢 用这种方式也是参与了全民共振 因为全民共振的目标之一啊 这次五一散布的目标之一 就是要消耗掉他们的经费 消耗掉他们的资源 那些没有被监控的朋友 同道你们也要做好安全的准备措施 那第一个呢是在出门之前 一定要清空自己手机上面的敏感信息 尤其是关系到全民共振的这个敏感信息 以免在半路上被他们拦截检查手机 第二个是到达现场之后呢 你们也不要主动出击 千万不要喊口号啊 打横幅啊 举牌子啊 不要做抗争的举动 甚至是当你们看见有其他的人 在做抗争举动的时候啊 一定不要去参与 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 冷眼旁观一段时间 看看他们呢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中共维稳机构啊 他们每当到了敏感时期啊 他们有一个标准的措施 就是派出一批卧底啊 来进行钓鱼 他们假装是抗争者 但是当你呢去跟他们联系 当你去跟参与他们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突然的对这些人呢 实施抓捕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问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了 怎么办 不要紧 即使是他们这次五一啊 他们抓捕了很多 他们自己派出来的卧底 不要紧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谁是真正的 这个抗争的参与者 谁是五毛 那我们就当他们全部是 这个抗争者 我们把他们呢 当成英雄来宣传 我们宣传他们 就是在传播 全民共振的这个概念 这一次 即使是他们抓一个人 但是下一次啊 我们有100个真正的抗争者在出现 那么他们的这种策略就失败了 所以我们 不管他们呢 用什么样的 这个阴险的招数 我们只有一个招数对付他们 就是我们扩大宣传 我们抓住任何机会 扩大这个全民抗争的理念 全民共振的理念 让所有的这些对现状不满的人都知道 自己单独的反抗 是没有力量的 只有大家一起在同一个时间 在少数的地点 集中起来反抗的时候 我们才有希望 我们才能够赢得自己的利益 才能够赢得自己的自由 赢得自己的尊严 把这个概念推广出去 他们无论用多少阴险的招数 他们都输定了 有些朋友在问我说这一次 有没有可能出现破局的这个机会呢 当然有 看看中共的反应就知道 如果完全没有出现破局的机会的话 他们怎么会派出这么大量的警察 消耗这么多的维稳经费 来进行围堵 来进行防止呢 因为现在中国的民怨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全国到处都是干财 只要有一粒火星 他们没有扑灭 没有及时的扑灭 那么这个干财就会燃起熊熊的大火 所以这次是有机会的 我们呢 可能现在还看不到 到底哪个地方会出现这样的机遇 但是呢 如果是老天爷想收他们的话 那么一定在某一个地方啊 会出现一股初期不易的力量 为我们来进行破局 来在这个专制体制的这个大厦上面 打开一个缺口 是有机会的 那么即使是这次五一 他们把所有的火星都给扑灭了 不要紧 我们还有七一 我们还有十一 我们不断的推广 每一次延后 都是增加我们下一次啊 这个破局的机会 今年呢 是中共这个执政六十九年 我相信 他们一定活不过七十岁 我们争取 就在他六十九岁之前 就让他们完蛋 就把他们送进坟墓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一天 具体的哪一天呢 我们可以破局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局是一定会破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破局之后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中国引向民主宪政的这个方向 这个重任呢 就落到了民主派的身上 尤其是落到了在国内的那些民主团队的身上 我们如果不承担这个历史的重任 难道我们能够指望那些毛左派 那些五毛 那些中共的卧底 让第五重队 难道指望他们去实现民主吗 当然不是 那么民主派在这个破局之后 应当怎么样做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系统性的建议 我昨天呢 专门做了一期视频 谈这个问题 现在呢 我把昨天的内容简单的重复一下 我建议大家 我们建议大家采取这样的几个步骤 破局之后 一旦出现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之后 希望大家各个民主团队 那个时候全力出击 首先呢 是要掌握街头运动的这个先机主导权 首先要成为这个街头人群的先锋 在破局的初期啊 先锋就是统帅 就能掌握这个整个街头运动的 这个主导权和话语权 非常重要 一旦掌握了这个主导权话语权之后 下一步就是要对街头的人群进行组织化 没有组织化的人群是一盘散沙 一轰而起 也容易一轰而散 组织化呢 就是要把人群在人群当中建立一些政治结构 让整个人群的变得能够分工配合 能够把这个一盘散沙的人群一群乌合之众啊 变成一个战斗团队 有了政治组织才能够进行政治活动 革命的主体是政治团队政治组织 而不是个人 革命不是个体户的事业 是集体的事业 所以建立组织是非常重要 形成了这个组织之后 那么就很快的就要把这个组织进行扩大化 把整个的街头运动 把整个的革命事态进行扩大化 一定要不断的采取进攻的态势 让对手无论他有多少资源 无论他有多么庞大 要让他难以招架 要让他穷于应付 只有我们不断的出击 他处于一个不断的守势之中 我们才能够取胜 防守是不能够取胜的 一定要进攻进攻再进攻 这是扩大化 第三个就是建立地方政权 我们一旦形成了大规模的街头抗争之后 那个时候一定要采取果断的措施 废除掉中共的地方政权 建立民众自治机构 让中共变成一个只有中央政权的 一个空壳变成一个空架子 我们釜底抽薪 我们让全国民主政权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那个时候无论他有多少军队 他也镇压不过来 那个时候军队看见这样的一个场面 他们自己的军心就涣散了 那么各个地方的军队 他们就会纷纷的倒戈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的地方自治机构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形成一个反对派的大联合 形成一个全国联盟 然后和中共的这个中央政权 形成一个对决的局面 那个时候我们就胜券在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唐大的民意基础 我们有各个地区的组织机构 我们有国际上的正义力量的声援 我们所有的力量都在我们这边 那个时候中共就不堪一击 那个时候他们就必须得逃 逃得越快越好 稍微慢一点就有磨顶之灾 到了那一步 军人就会整体的倒戈 就会轻松的就会把他们撤反 那个时候中共政权就会瞬间崩塌 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建设阶段 各个地区的这些民主团队 这些地方政权 大家就会坐在一起 来成立一个临时的过渡政府 这个过渡政府就会领导自线活动 那么这个自线呢 不再是少数政客的自线 不再是仅仅是政治力量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协议 而是全民自线公民自线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互联网时代 到了一个大家能够参与政治的时代 通过互联网 通过这个现代科技 大家很容易就很迅速的 就能够对一个事情来进行发表意见 来进行表决 所以将来的自线是一个全民自线 是一个公民自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新的宪法制定以后 这个国家的整个国家的框架 未来政治架构的框架明了以后 那么接着的就是全国举行大选 各级政府的机构重新举行大选 那个时候当完成了那一步 整个民主就建成了 就初步建成了 今后的任务就是不断的让它完善 经过二十年三十年 那么中国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 同时我也希望 中国将是世界上制度最完善的一个民主国家 现在世界上的专制政权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中共是最大的一个专制堡垒 当这个专制堡垒被攻陷之后 那些小的专制政权 很快就会在民主大潮的冲击之下灰飞烟灭 人类历史就会进入一个 永久和平的新纪元 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 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很快就会见证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 参与创造这一段历史 那是我们的荣耀 我相信国内的那些民主同道 那些维权领袖 那些各个阶层的在默默耕耘 在为这个时代到来做准备的那些人 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一定会承担起这一份历史的重任 也一定会享受到 一定会得到这份历史给予的无限的荣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